歡迎大家回來大叔 Club 上一集說養生之道說得很開心 也可以看到神靈、吃蛇、養生 所以我們今集繼續有… 問一請Rennis,芯姐,謝雪芯 恭喜發財 師傅發財,師傅 沒錯 師傅,你上一集說了 很多吃東西、養生之道 其實我知道你們去了一個… Mamudu Jungle 不是,你說甚麼? Mamudu Jungle… 好奇好,就是馬蜜篤… 馬蜜篤… 馬蜜篤森林 馬蜜篤森林 那個是否在南投縣 那個是在台北關西縣 關西縣 對,關西縣 那裡有邪靈嗎? 邪靈…真的有精靈 真的有嗎? 有 有 至少他自己抱著馬蜜篤 你稍後說吧,師傅 Rennis說說這個森林裡有甚麼奇遇 那個森林是幾次拍武俠片的樹 高度看不到頂部的 很多竹那些 是嗎? 很多竹 那裡有另一個名字 就叫長壽村 長壽村 那裡的人全部都是那些年紀 平均年齡都是一百多歲 平均年齡一百多歲? 很小朋友 你覺得平均年齡 即是年輕一點 如果你八十多歲 你上面那個一百五十歲 從新來過… 是平均能活到的歲數是一百零 就是很多人可以活到一百零 是的 因為他們說那個地方是地靈人結 那個地方很特別 就是無論在一些低蛙地區 可以養的植物 可以生長的植物 或者一些高山地區才可以生長的植物 在那個地方都可以生長 即是無論它是高地或低地 都可以在那裡生長 是的 所以那裡那些分多精 上集說的分多精特別往盛 還有師傅說的 他說這個負離子是很強的 就可以抵消了我們平時都市的正離子 分多精和負離子 不用去到這麼遠去清城 是嗎? 近山的人就是想接觸多些負離子 香港人就健康一點 除了身體裡面的不好的東西 但芯姐,你覺不覺 是否真的師傅說到這麼多負離子 還是車離子多呢? 車離子就… 那裡不知道有沒有出眼 但我很有印象 因為我一下飛機 他接了我 就去這裡拍攝第一個景點 很冷 我馬上就在洗手間換了一件瓶嶺 然後就穿了一件羽絨 我們坐一輛小型的車 又是大車轉小車 很崎嶇的 也挺驚險的 沒有什麼圍欄燈 很險 很險 上到山頂 我們從上面一路 下車之後就不坐車了 就一直泊下來 經過不同的地方 有那些瀑布 師傅直接在那裡打坐 是的… 很厲害 吸取靈氣 不得了 然後教我們做一些眼部運動 師傅 是的… 你聽到有些人早上的神魂 或者走到樹木去吸收他的精氣 令人的身體血液循環更加旺盛 就是吸精大發 其實就是吸收 在這麼好靈氣的地方 你看他們自己去到… 你到時會看到 他們在瀑布上真的不願意走 尤其是這個 他們在瀑布上 好像暴經文一樣 對,你是不是爆火 那是師傅 那是要看 你要看師傅怎樣 攝影師拿著景色又漂亮 他在下面上來 我們站在那裡 不是太闊的地方 要我們跳起 其實是有些驚險的 就是一跳起 那顆石已經在旁邊 跌倒到萬斜山 師傅又頑皮 在橋上不斷搖… 黑哥都要搖… 我們不怕 其實我搖 我看有沒有鬼怪在那裡 我保護你們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很奇怪的 當時來講 芯姐也說 那個地方有很多情侶在那裡 但是我看到 恩情自己上去 好像有個情侶在旁邊 他不願意離開 那他就在那裡很奇怪 那是否有些山眉 周師傅當時 他走在那裡 原來有人牽著他 對,他簡直站在那裡 他就站在那裡 好像在旁邊還有一個人 我真的覺得奇怪 沒理由可以有山眉 那你搖走他嗎 那就是那些妖精怪 山眉 那時候才會說 所以他說過橋 然後我動一下 看看他到底那件事 有沒有在那裡 你剛才一邊說的這個山 其實海拔是否很高 高的 二千或三千 差不多三千海拔 三千海拔 我挺害怕 我去那裡經常害怕 我年紀多大 我還不害怕 怕出問題 高山症 原來不是 他一直慢慢上 都頂得住 對 還有一個我最開心的 就是我最怕冷 穿了一件雨涌 不知道那些月高 就有雨 我還記得 然後我們整組人派暖包 是的 已經第一溫暖 第二溫暖 就是拍拍到差不多 當地工作人員 各位各位 喝點好東西 那些叫做薑母茶 薑母茶 當堂喝 因為我本來去之前 有一點喉嚨痛 不是喉嚨痛 有一點咳嗽 我初初不敢喝 但原來不怕 因為那裡很冷 很高 喝下去整個人很舒服 好 馬上暖暖 連包也扔掉 因為在吃 還有人情味真的很好 你聽說他讚了幾次 對,台灣的人很好 加過去了 做甚麼 好嗎 師傅一開始 上一集說他會起飛 紅篇氣氛 我說起飛就不是 去完這個節目 做完之後皮膚又漂亮了 吸收某一些 即是桃花混多了 桃花重了 但看他的氣息 其實我也看他真的會有喜 不是 他很快唱 他看肚子不是他的氣息 你不笑 不是… 其實來說是有喜事 是 可能比台灣更加 但薑寶茶很適合紫軒 為甚麼 因為你們歌手要唱歌詞 對 我真的很舒服 芯姐覺得有用 我很舒服…沒事的 因為如果你在很潮濕 或者很熱的地方 或者不太適合 但去到那裡 它是很高的 所以你喝下去 完全是令你很和順 他們很多是… 我們在金吉 你說甚麼金吉 我們以前老人家的時候 很喜歡過年拿金吉 這個也是值得提的 金吉上來說 可能我們以前是浸在鞋裡找些鹽 那裡又怎樣? 你自己看 是的 你喜歡得不得了 又是我們去買菜的 當地買菜 買一買 師傅很精明 原來是一瓶瓶的 是黃色的 因為我們自己浸的金吉 會越浸越深色 變成啡或黑 十年了 有些是八年、十年 它那個是很彈黃色 然後原來它有一點… 不要搖 我們以為搖 它有些醋還是油 米酒 米酒 原來它沒有防腐劑 那些就是金吉 它們沒有防腐劑 就說如果你不開 不要搖 那些米酒是幫助它防腐 不壞的 半年都不壞 對,它說要搖兩年都可以 如果你不動它 我還未知道 我們買了兩相 是的 然後如果你搖了它 它就要喝了 就要放到雪櫃 它說不止油氣就爆出來 但是我們全部人總共買了兩相 有些是辣的 有些是不辣的 那我就要不辣 因為它說可以用來點醬 或者沖水喝也可以 但我回到家後 我發現拿錯了兩相是辣的 是嗎 我拿錯了兩相是辣的 不怕我又要不辣 我不要用你加拿 我放在那裡不辣 那些是在家裡的 一家人 你們有去過街市 看到這麼多好東西 有去過情人橋 是嗎 有去過竹林 武俠、武打片的那些 但我聽說有些 蜜田蜜宴你們有去過 有,你覺得它拔很大 對,那個像什麼 那個芋頭的大小 就像…有沒有看過Harry Potter 他拿起植物的時候 然後那個筋會哭 你有沒有看過卡通那些 會哭 你有沒有看Harry Potter 那些這麼害怕的東西 你肯定是那個植物哭 你肯定不是你後面的情侶哭 你肯定是嗎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幕 那些會哭的筋 那些大小就像那些東西那麼大小 那些很吵 你不用說那麼複雜 你用手來告訴大家 因為很像 一拿起我們就這樣 有多大有的 有這麼大的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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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的芋頭 就是很大的芋頭 會哭的芋頭 很大塊 很大塊 他教你如何摘芋頭 有芋頭燕嗎 是的 就是全餐只吃芋頭 只吃芋頭 他哭完之後 就說不好了… 然後就拿了它來吃 哭了嗎 哭了嗎 不用我們出手 那些芋頭燕是怎樣的 是甚麼東西 他拿來做很多送菜的東西 而且有些做餅 每個人都做了很多餅 你看清楚 到時候買了那些 他很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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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你講清楚一點 他拔得不乾淨 師傅,你講清楚一點 不是我最髒的 是我的餅體 他拿去給人買 很髒 那個賣相是不行的 對,那個賣相不漂亮 但你買相就可以了 是我不髒的 人們接著吸引他 不記得那些 芯姐走了上前 他說你看這個會哭的芋頭 然後他慢慢在後面擦 芋園也不太像 我們還有… 柴葉宴 還有梅宴 梅宴 如果說完就很多宴 真可憐 擺一頓 梅子 不是那個梅 請你來吃梅 不是梅 梅酒宴 益生酷 嘉哥說了而已 梅子宴 梅子宴 全部用梅來做的 香港有些叫養生館 這些是否很普遍的 很多 養生館即是按摩… 其實養生館就是我們香港人叫做按摩館 但我聽你說那裡的人平均壽命 大部分都可以去到百多歲 跟他們的地靈人傑 住得高 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 絕對有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越高的地方上來說 空氣比較稀薄 當一個人吸收的養份 減少了的時候 肺就肺肉會強 你看看我們以前的武俠 那些龜式法 是 像龜式法一樣 其實命長一點 真的有這個龜式法 我們城市人不是肺弱一點嗎 從現在開始 太急肺 太急弱一點 而且我又知道當地有一種草 叫做仙草 牠們吃得多於仙草 所以就快活過山 那是兩個地方 那樣就像白蛇轉一樣 做仙草 但無可否認 台灣人真的有很多草藥 很多草藥、藥草 而他們是平時都會吃的 香港人可以多吃一些煎炸食物 小食 也有些草藥 對,草藥 但他們很多製品和小食 都是偏一些 例如梅子、梅子乾 或者是剛才你說的仙草 他們只是仙草 都是很多種不同的製品 他們是吃這些做小食 那仙草是否對於 連龜式大法有幫助 也會的 兩個字也會,說也會 但事實真的又未必 因為他們的食材 你的身體… 吃得清涼一點 好像你們吃了好品多 我們傳教的東西而已 否則羊肉丼也受不了 他又磨了粉 又用來製糕點 製茶點 台灣人真的用了這個方法很多 因為台灣的靈氣真的逼人 同時他的自然環境仍然很好 所以他種的東西 不論是菇類或其他東西 他都是強壯了 他強壯了 就要簡單來說的菇 跟我們的菇都不同 他厚身很多 但是那些大自然的地方 那麼多 這些好,大家都知道 但我聽說有些叫養生館 這些是否很普遍的 很多 養生館即是… 不是,他也有食物給你吃 我也有 但你懂甚麼的 蛇精也有的 是 你的眼睛… 試一下,你哪個眼睛又來的 又來的 我也要你吃一吃才能吃 他說養生館和藥膳食物館 是兩回事 對… 可以做一個蛇精養生草特飲嗎 可以,你做了這個甜 對,你喝完那杯就覺得很健康 那就醋了 就像剛才師傅說的 再加上你們剛才說的大舊菇 很大舊的 這些菇很有趣 因為它種在我們… 我們去了一個菇場 它全都是菇場 我們就這樣摘一個 它這麼厚,一個菇這麼厚 我們就這樣撕來吃 30歲也沒試過,就很好吃 但應該不可以… 我挺害怕中毒 應該不可以亂拌 也不會死,因為… 譬如我們說補的東西 例如你熟甚麼 或者你應該要補甚麼 甚至今年是農年 或者你有甚麼要旺 這樣也有分 我們應該怎樣去衡量 我看到菇好,我吃很多 其實不適合我 我是甘營人 原來吃了菇就更甘 其實每天吃的時間 我們在養生來說 是很講述食物的平衡 例如你吃素和吃齋就不同了 例如很多人說我吃齋了 有芯姐,我不知道你是否吃齋 你也會相信佛教 很多人都會這樣吃齋 但吃齋就不同於吃素 吃素上來說 可以…譬如有很多菜疏的東西 但它會帶那麼多肉 它的健康程度大家不同 所以如果你在吃甚麼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吃的時候很複雜 第一,就是氣候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有幾樣東西要配合 加上人體的配合 也要看看這一輪 哪個氣候是春夏秋冬 哪一件事是最好的 例如是最壯健 這樣來配合其他 不能說一件事 就說我是熟火營 我就不能去吃這些 判死了,他不吃就不是這樣 是 只不過說均衡 哪些多一點,哪些少一點 那結論就是…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你 去哪裡都要帶師傅去 請他吃東西 你真是真 這個真是 帶完師傅除了可以辟邪自貴之外 還可以教你的人生 師傅 還可以帶你去喝一些蛇精 他已經說了五次 你還要收藏 他很喜歡吃 其他人沒有說 我一定拿給你吃,放心 師傅,你做些… 那些有丸臟嗎? 有,蛇精、蛇邊 蛇膏丸就是有丸臟 蛇邊是怎樣的 蛇精配蛇邊 一定會對你好的 蛇邊是怎樣的 蛇邊就是邊 邊就是一條條的 蛇自己也是一條的 是,那他還有一條的 這樣就知道了 我們猜是… 這個要解手學 他很專注在路下 其實他很想去 解手學 我真的很想去台灣 因為我沒去過 師傅昨天說 他會開一個養生團 給大家參加 你第一個報名吧 我們不要弄那些鬧鬼團 弄養生團 不… 也要弄成這樣才會刺激一點 對… 但在龍年會否吃甚麼會更好 有特別的 吃多些蛇會更好 因為龍也是一條條的飛 龍、蛇… 說得到手邊… 吃醬也是… 蛇是下面的 其實來說… 因為今年的任神年 水會比較旺 所以上來來說 比較吃一些東西 例如能夠吃多些蔬菜的東西 對大家… 其實不論你五營裡頭 在色中裡 吃得會很好的 你們藝人上來說更加 如果能夠吃多些素紅肉 不要那麼多 對你們的精氣神皮膚 各方面也好一點 男生就更多人緣 女生就更多 就對你的東西夠好 水是好,先喝多一口 對… 這就是事實 這就是事實 跟著師傅也好 師傅也熟水 不要吃那麼多的紅肉 就是為之妙法 對,沒錯 對自己來說 身體自然更加好 我們經常都說精氣神 精氣神三個字 因為你有一個好的精氣神 健康的體白和精神換快 你說得真實,你甚麼運氣都有 你說在食物方面和養生各方面配合 加上你的人 那你可以說得吃了不僅健康 還可以有運氣 你說挺好的 但我又想知道 有些人也提過 不要吃血 意思是不要吃豬紅、雞紅 那些對運氣各方面不好 師傅有這些嗎? 這件事要看 因為我宗教自己來說 我對於鯉魚、狗肉等 我們不會吃的 為甚麼會影響我們的法力 不是被鬼搞的 來說法 當然常常說 有很多吃東西方面 其實也要看人的體質 看人的體質 是 那這兩位美女 你們去完整個旅程之後 吃好東西 對,又可以在這裡理解 有些甚麼不能忘記 你覺得有甚麼最大的得著 最大的得著是吃 也是吃? 對,我喜歡吃東西 因為師傅怎會選我 原來是師傅選的 不是 師傅,我是不是你選的 不是,我們是結緣的 為甚麼我想來想去 如果我可以跟他們一起 我自己也比較青春 吃多一點就是你的得著 雖然不像你這樣 可以經常喝蛇精 不過來說,真的見了很多 真的 但我覺得這個女生真的很開心 第一,芯姐在我拍檔裡做 她有很多做到她自己… 她是一個藝人 因為她有很多知道 到底怎樣會好 吃了它,其實她也懂得 懂得一種東西 她來說,她是青春 甚麼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吃 甚麼都可以吃 跟我鬥吃,鬥爭 令我好像總是充滿活力 那就鬥爭 其實在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一個節目 如果讓她們看到吃的東西 對她的身體好、運氣好 而且讓她更加知道的 原來很便宜的東西 也吃得很好 這樣說吧,師傅 她們倆帶了這麼多好東西給你 你有沒有帶回她們去新年 拜神祈福 去台灣有哪個地方你們去過 那裡求神文博是最好的 其實台灣有很多廟宇都很好 這次我們去到天牛宮 天牛宮 對,去到那個地方 通常來說,我們都跟她們去祈福 他們除了吃之外 我又不會盜人迷信 也不是的 求膚都是一個想法 對,我們除了吃之外 都會拿出一些靈氣 我還記得是九天元女 對我來說很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演戲 我師傅她的戲寶 其中一套也叫九天元女 我自己也演過 我想不到原來真的有九天元女 有些人會去拜她 所以我一去到 有一種很親切的、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自己也演過她 很很有趣 謝謝師傅讓我結這個圓 Manis,你去到那裡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其實那裡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自己在香港 看著長輩平時生年時拜神 又或者他們祈福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模式 但你去到台灣 去到這個宮的時候 很特別的 是完全沒見過他們的做法 首先師傅會說一堆 我聽不明白的話 他之後就解釋 請一些神上來 告訴他們祈福的對象、地址、說名字 說了一堆東西之後 就開始唱歌、開始跳舞 開始走來走去 是挺有趣的 很像一個習俗的… 習俗和儀式是跟香港 或者我們日常見開、做開的不同的 對,有很多不同 因為台灣人很重視 其實他們拜神的誠心 在東南亞裡是非常誠心的 很尊重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步驟複雜了很多 當然了 他們有很多經歷 請了很多神靈的東西 當然不會告訴他們 但最主要是他們請了所有的神靈 其實是保佑你們 在座上的時間 要有甚麼心願去求 因為他的廟裡很有趣 例如台灣 他一個天后宮裡面 也有不同的神靈 很多種神靈 例如剛才講究的元女 甚至是關二哥 他甚麼都有 很多 總之你進去後 你可以喜歡拜誰都可以 關二哥就是我 他就是男女的關二哥 謝謝你們三位上來 這樣也行 希望他不會在這裡 大家都謝謝… 謝謝… 見面好康 真不好玩 演得完播 有一次突然去一間酒吧 現在已經收拾了一間酒吧 因為很多年前 去到酒吧喝東西 為何一個人突然拿出飛錶 你發生甚麼事 用一個香港人的性格 八卦 是 就問你做甚麼 我扔錶,甚麼叫扔錶 這是第一次接觸的… 記得這麼清晰 大哥,買了東西回來搞甚麼 很浪費時間 對,浪費錢 最慘的是有時候 例如要出去比賽 會請假 可能真的工作也沒了 我很少聽錶師 認不認識 認識 為何可以把錶師的名字 平時會怎樣 如果我想介紹給你 我有一個朋友去 如果我不說錶師… 錶佬… 錶佬嗎?飛錶仔嗎 錶童… 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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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